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3日 星期五 終於有過一個星期 大家覺得這個星期如何呢? 恆指表現其實不算差 都升過差不多五百多點 比上一種好 不過有個現象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大家看到過去幾天的時間 每一天都有一個焦點板塊 如今日為例 今日升的股份最主要是匯控 以及三大中資的石油股 這批股份升了什麼呢? 稍後再跟大家說一說 但我想先說一說市 雖然今天再升百多點 也好像剛剛提到的 每一天都有一些焦點板塊升上來 但氣氛呢? 我又不覺得特別好 因為你可以說以今天的星市為例 其實星期股份沒錯 是升得很厲害 但差的呢? 都比較差 好像大家之前的時間 比較關注 比較熱炒的 好像比亞迪 那些也不行 另外那些科技股的表現 就是不好的 都比較差 那你說是不是會有機會 當年資金 抽了出來 可能遲些抽 這個萬里集團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 你好像升市 如果升得那麼不平均的話 即是不是全面的話 我都覺得市場的聲勢 就未必可以太過持久 而且下星期的時間 都算有很多很多的變數 例如說這個五中全會 五中全會 又會開始開幕 大家也會關注 就是說 接下來 下年GDP 究竟有沒有什麼目標 以至到 究竟十四五規圈裡面 有沒有一些消息 大家這些會有關注 第二樣也是公司業績的情況 因為下星期二 即是火星期回來之後 又會出業績 業績 好定是壞 預了差 只不過就是 看看究竟它差之餘 有沒有一些 叫做賣點 即是有沒有一些 可能新的業務的方向 指標 大家可以這樣留意一下 另外就有些中資金融股 即是有一堆的 那些業績 這些大家都會比較關心 不過 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當然就是 特朗普 究竟 拜登 誰可以做總統 對不對 下星期 我相信 越迫近 這個我叫做總統大選一 越多消息 所以大家現在都可以 都是留意著這些情況 所以 輕倉上陣 就會比較好些 如果你 太重倉的話 那就變成 也有少少要減一減榜 因為我會覺得 這個大選這件事 對於環球金融市場 會有些震盪 這幾天都很多人問 覺得 現在哪一個會贏 有很多資料 我想簡單一點跟大家說 就是 現在那個選情的情況 你投開特朗普那些 基本上叫做戴客粉絲 都可以投開特朗普的 你民主黨那些 一定都可以戴客粉絲 就會投開這個 民主黨的 但是 那些游離的地方 就是游離的州份 那些是關鍵 但是那些 現在究竟 分了沒有 我會覺得沒有 所以 我會覺得 下星期 下星期應該多一些 可能一些比較值得可信的投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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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可能有些 的參加價值 這樣 好了 這樣 都回答了 有一個問題 先 那我又不會直接 就是 說一句 我又不能說 作為公司的一員 我又不方便 這樣說 公司股價的走勢 但是 你說 一些孖展 就是 IPO的活動 對於公司 對於一些勸商 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上 一個主要的 收入的來源 那你多 孖展的時間 即是孖展反應好的時候 至至願 公司的利潤 也相對會比較好 那所以 你問我的話 那這個 就是勸商的版塊 那如果做得 比較多孖展的話 一定會有幫助 是吧 但只不過 有時候股價的東西 股價和業務的表現 可能未必會同步 或者一致 那 所以 你說他的走勢 行不行 我就不好意思 回答不了 但是 今天也有些股份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 有趣 事件也有趣 先說一些油股 油股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課 因為 很神奇 上個星期 我弟弟 才突然WhatsApp我 我弟弟其實不炒股 其實我全家人都不炒股 包括我在內 哈哈 可能有些性格問題 然後 我就說 大哥 有個朋友 托我問你 托我問你 3,8,6 怎樣 然後他說 3,8,6個股票很低 額色很高 那些利益因素 那我回答他 就說 你這些位置 你用來擺 沒可能不行 但你用來擺 一段時間 那 誰知道 今天 就馬上升上來了 那 有什麼因素 還是他們升上來呢 你只可以說 是因為 就是中海油 可能業務的展望 可能比較好些 還有因為昨天的時間 油價 反過來 其實是這些原因 但是油價 甚至乎 射油的前景 我看法 比較是悲觀的 第一 油價 有時候 可以看回經濟環境 的大方向 經濟不行的時間 油價 自然的需求量 自然又不多 那就影響了 第二 油 其實你可以說 全世界用油 最多的是什麼呢 駕駛 車油 飛機的油 其實都很厲害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想想 經濟不行的時間 自然的需求量又少了 第二 現在很多的 潔能 環保 其實對於油的需求量 都會減少 所以 即使你可以說 之後的時間 假設經濟活動 慢慢好 也好 我又不覺得油的 增長沒有很厲害 而第三 就是 你想想 現在這段時間 油價 為何還可以站穩 減產 很重要 全球都有很多地區 這些是減產的部署 其實是有幫助的 但是問題是 你想想 當經濟不慢慢好 那些公司 就會開始想想 增加產能 甚至乎 有些公司 有些國家 或者公司的國家 可能 現在這段時間 因為都可以說 大家 要一條心 去減產 大家就很朋友 但是油價 開始 短一點的時間 我相信 大家的關係 會破裂 因為到時候 你又想多些油 我又想多些油 那大家 又會弄一下弄一下 談不完 就鬥出油 所以 油 我會覺得 未來發展的前景 不太理想 是的 所以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會覺得 油這個版塊 未是時候 甚至乎 很難是時候 這樣 那 時間關係 因為 不好意思 一會兒 要做另一個訪問 我想說一句 鐵塔 如果大家 這幾天的時間 有興趣想知道 多些的故事 大家再留言給我 好嗎 但我想說一句 就是鐵塔 鐵塔 我想大家 如果看得開我這個頻道 都會知道 鐵塔 一直以來 我是看淡的 又去上市至今 鐵塔上市的時間 因為那段時間 我想我比較有空 所以鐵塔的招呼書 我是看過的 那 看完之後 我那時候 跟大家提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 鐵塔 其實它那個 業務的表現 或者那個 它的業務 最主要就是 收了一些租金費 就是 三日營運商 向它租鐵塔 那些租金 那些租金 但是呢 第一 有一個協議 有一個協議期 就是 好像協議到2022年的時間 就會再談 那時候 我覺得 就算你搞五次也好 電運商 沒有錢賺 因為提出降費 這件事 道理問題 是 當你熬了 電運商熬了一段時間 如何可以賺錢 就是 租金減少 你可以說 在之後的時間 鐵塔 租金的收益 是有調整的風險 第一 第二 因為 始終你看到 他租的鐵塔 有時候之前的時間 大家經常都說 一個鐵塔 一間公司租 一份錢 兩間是兩份 三份是三份 聽起來又好像很好 但不提醒 其實那些協議 提及到 為了解釋一間租的話 又要打多少折 兩間租的話 又要便宜些 三間租的話 又要便宜些 所以 其實你可以說 鐵塔的經營 那個商業模式 其實我覺得 是有些挑戰 有些暗勇的 另外 就是說 本身 那些折舊 其實是改了計法 而第四 就是說 上市初頭的時間 有些人說 修息 很好 很棒 這一間是高增長的股份 增長的股份 但是 當你看到本招呼書之後 你就知道 其實這個業務 都是資本密集的行業 為什麼會高增長 為什麼會高增長呢 而且它的股值其實很貴 上市的時間 它的股值 一點也不便宜 但是當時 你可以說 很多人都搶得很好 所以一直以來 它的股價 就是之前的時間 才行得不錯 也有些人 即黃港邊的 不開名 你看到 股價越升的時間 就越叫大家買 但是現在 你說股價都回到來之後 沒有 沒見真章 所以有些新股 我會覺得有些股份 特別是一些業務 你不知道那些 你不熟悉那些 其實在某程度上 看看本招呼書 是有幫助 但其實有時候 真的不要亂聽別人說 尤其是 我都很記得 有一次講座 有一個行家 又是說得很厲害 因為他為什麼說得很厲害 就是同一個概念 在美國上市的公司 升得很誇張 幾多年升了幾倍 但有一件事 他忽視了 就是說 因為內地的市場 其實很多時候 有一個叫管制 所以變成了 這件事 會令到他的業務 就是業務的發展 變成不是市場化 這個很大影響 所以你問我現在 怎樣看這個股份 一如以往 都是看淡 只不過有個股價到這些位 再唱淡也無謂 只不過我希望大家 當時沒有買到 沒有買貨的話 就暫時看小隻先 對 不好意思 大家今天比較趕 暫時先 不過如果大家有問題 都可以留言給我的 都一如以往 這幾天的時間 我都會看回大家的留言 我準備定些股份 另外 Tesla 不好意思 我真的今天沒有時間 下星期 一併再講 好不好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